有兴趣的话,其实像我们后面会用到比较复杂,就是怎么样用BBA去抓网络上的资料 那其实,但你前面的东西其实基础打得好的话,后面可以延伸性还蛮大的 比如说网络上的资料,像比如我这边以那个抓台银的外汇资料 那这个开放的资料,你随时想要抓,而且随时你可以一段时间去抓 然后去做一些判断都没问题 那只要在网络上面的资料都可以做类似的,就做后续的分析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再到我的部落格里面稍微看一下 比如这些,比如说抓下来,按一个按钮自动全部资料就下来了 那其实做码上面跟我们其实平常学的,其实有相关连性 其实程式码下面都有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底下一定会有回圈,一定会有资料放在哪个Sale 等等的相关的东西 有兴趣的话,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上面我都有做注解了 OK,好 那以刚刚的这一题来看 比如说我们把资料做往下抓 把它直接放,这是Sup的部分 另外的话,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改成Function的话 那这个跟前面,我想前面的东西,我想前面也做过了 第一个,我们需要做一个增减体重百分比的函数 按下确定要跟实用者要资料,要什么呢?要一个增减体重百分比 所以需要个引述 特别说引述要放哪里?有没有?还有印象吗? 放那个瓜糊里面,有个名称叫增减体重百分比 实用者不是给你资料的,按一个确定 他会返还,所以这个时候给你资料 那你就利用这个资料做什么?做逻辑判断 所以程式里面一负,什么呢?增减体重百分比如果是怎么样? 我们其实可以一样偶额,如果是大于0.05 偶额增减体重百分比小于负的0.05的话 那怎么样?返还结果给谁?给这个增减体重百分比函数 给什么呢?给标准或标准 诶?程式又写出来了 各位对这,有没有?前面好像有写过哦 所以按确定,那向下填满就OK了 诶?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怎么写的 因为有些跟前面写的还蛮雷同的 所以第一个,先插入一个什么?程序 程序名称呢,一定记得要改成Function 名称叫做增减体重百分比 OK,按个确定 然后呢,跟使用者要资料 要什么资料?诶?就是刚刚跳出来那个格子里面前面的东西 就是叫增减体重百分比 那他给你资料之后的话呢,你用他去做什么?比较 所以一负,他给你的资料 如果是大于0.05 或者是这个东西小于负0.05 其实就是负的5%啦 这两个其中一个为True的时候呢 那表示什么?不标准 逻辑上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啊 有没有,这个往上 这个往下 这个区块是不标准 不标准 中间的话呢是标准 所以呢,你就把最后的结果 不标准 返还给谁呢? 给这个增减体重百分比函数 他就里面就储存什么?不标准 再把结果丢到储存核里面去 答案就出来了 OK,应该没有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啦 你看程式都蛮短的 OK,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好,这个是利用那个Function的方式 制定函数 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最后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后来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因为假设这个是一个健身中心 现在蛮流行健身中心嘛 那如果说 其实你们潜藏的那个就是行销的对象 基本上就是身材是比较不标准的 不标准才需要到健身中 标准的大家就不需要去啦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能够按个按钮 自动把什么呢? 标准的自动删除的话 这边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因为常常会遇到就是删除列的问题 那有的时候呢 你资料量少的话 还可以手动删 可是资料量多的时候 你可能要一直删,一直删 那你想说老师可以重新排序啊 是可以重新排序,可是资料会乱掉啊 那乱掉有时候你要排排不回来 或者是你那顺序 可能要重新排不容易的话 那你就需要怎么样 一键完成删除的动作 那假如说你需要做删 那一般是这样 我demo的时候 建议是先复制一个 把原来旧的工作表复制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删除是不可逆的 删了之后没办法 Ctrl自己还原 所以呢 我先复制一个 按Ctrl键拖拉一个新的 然后呢 我demo给大家看 删除的话是这样删 按下去 你会发现 自动把标准全部删光光 这还蛮好用的 因为平常工作里面很多地方 你小量资料真的没问题 但是大量资料 你要慢慢删还蛮头痛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将来可以一键 就可以把你不需要的把它删掉的话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实程式 跟前面写的其实几乎一样 第一个回圈 第二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你这个 比如说K栏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标准的话 那就帮我删 那只是你要多学一个就是 如何控制列 列的话 你可能要多学一个物件 叫Raw 加S Raw Raw 这个物件 第几列 你就刮胡 告诉他第几列 后面多一个方法 叫点Delete 点Delete 意思就是 把它那一列给删掉 OK 应该可以理解 然后呢 可是问题 这边切回来 这个把它删掉一下 那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删除 在以色料里面 如果你从上面往下删的话 比如说我先删第九列 先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再删 我发现的话 它那个等一下又没有 删掉就没有了 删除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我把第九列删掉的话 原来的第十列会怎么样 往上地步 变成本来第九不见了 变成它第十就跳 所以如果你要删第九列 下一个要删第十列 可是第十列 跳到第九列 那你就麻烦 你要不要再减一 所以像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说我要删除列的话 我建议可以反向删除 所谓反向删 顺便再多学一个就是 回圈 你先可以颠倒过来跑 所谓颠倒过来跑 本来是由 比如说四到十三 对不对 这时候呢 请你颠倒 从十三到十四 十三到四 越来越少 那越来越少怎么写 特别注意啊 这个可以多学 如果你颠倒过来跑的话 有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删掉第十三列的话 再来第十二列并不会被影响 有没有发现 这个方法非常重要 因为有些地方 尤其删除的时候 它会递补 所以建议你反向 那怎么反向 特别注意啊 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来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啊 如果你要反向的话 之前是for i 等于 四到十三 对不对 如果你颠倒的话 记得多一个 step-1 原来是step-1 可是它可以省略 但是如果你要颠倒的话 请你用step-1 意思就是越来越少的意思 那如果是我要判断的条件是什么呢 如果是K栏里面的资料 所以Sales ID的K栏等于标准的话 这个情况下呢 你帮我删除掉同一列的这个什么呢 同一列就是Rose 那一列 有没有 点Delete 一样是End If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主要 可能跟前面不一样的第一个就是 反向回圈 就是加一个step-1 多学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多学一个就是什么 Rose物件 Rose物件中间这个东西 就是哪一列的意思 帮我后面多一个什么 点Delete 那其他都一样 OK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有没有 标准的全部删关工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工作上 假如会遇到大量要删除列的话 建议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它套用在你工作里面 OK 那这个地方 把画面先还给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话就先讲到这里 那后面还有一题重的练习题 我想给各位当成这个额外的练习题 另外也可以再利用这一题 拿来练习做表单 那因为下个礼拜 去年好像过年前我跟各位讲过 就是会休息一周 所以下个礼拜因为要出国的关系 所以下个礼拜记得 我们休息一周 那因为今天那个表单的部分 可能比较这个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有把它全程录下来 回去的话 你们再把细节的部分再看一下 那建议就是说 多找一些实际的上的范例 多演练看看 OK 那今天先到这里 记得下个礼拜 我们停一次课 我们不要 忘了就跑过来 好 谢谢你 OK 明天 感谢观看